佛菩萨处处在提醒我们 我们如果依教奉行 肯定有成就 成就的前身大小 那个关键不是你学的时间长短 不是你用的功夫前身 而是在你放下多少 那下面说了 齐心念佛是为十九 我们起这个念头 念阿弥陀佛 你就开始觉悟了 没有自己没有感觉到我觉悟了 这什么原因 你念的功夫不够 如果你能够死心塌地 这一句佛号念下去 念的时候 把万云放下 为什么 他干扰你 所以 经教里面 祖师大德教我们 业心念佛 这有效啊 业心 这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 什么都没有 这才叫业心啊 这个业心叫真诚心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能够把真诚保持 你能保持一天 上根的人就开悟了 大车大悟 明信皆信 这叫上上根人 一天持久 经上讲的好啊 最下的根性 七天也能持久 能够支持到七天 一心念佛 心里头真正做到了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七天持久 所以 精进夫妻 他的目标 就在这里 精进夫妻 我没打过 我也不敢打 早年 我在台中 亲近 李老师 李老师告诉我 他曾经打过两次 他主妻 参加的人 大概只有十几个人 这个佛妻打下来之后 出了死去 因为你不用功 说老实话 你的冤情债主 不来找你 到时候 来找你 算账 你精进夫妻 真用功 想走了 他就特别 注意你 这个时候 他来扰乱 他来扰乱 你就找母 所以李老师 两次佛妻当中 都遇到这个事情 有学生赵母 这赵母 这问题严重啊 人家参加佛妻 是个正常的人 这几天佛音念 就变成神经病 这你得要负责任的 李老师很不容易 费了半年多的时间 才把他恢复正常 所以以后不敢再到了 这就讲 这种精进修行 必须善根福德 因缘居住 你没有那个善根福德 你只有一点点怀疑 有一点点自私自理念 都不行 就是你放下 没放得干净 真正确定放下了 才能够参加 这种修行方法 所以老师告诉我 他以后再不敢做了 也提醒给我 他的语言比我殊胜了 他清静过 硬光老法色 这一代祖司 那我们的语言就比不上他了 他做了都出问题 他做了都出问题 那后患我们 往后真的是 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呢 说实实在在的话 最稳当 最安全 也最有效果的 就是讲经教训 这是属于建修 决定不会有过失的 那么注意在此地 我们学院到今天 到明年是十六年了 学迹里面说的好 世出世间法 是一样的 七年小臣 九年大臣 我们有没有成就 古大德说过 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过人 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 社会上提倡的 民主自由开放 现在社会 父母不能管儿女 老师不能管学生 为什么呢 有人权 跟过去社会不一样 我们今天只能够劝导 真的是修行成就 都在个人自己 经教佛说的 诸解菩萨说的 佛菩萨处处处在提醒我们 我们如果依教奉行 肯定有成就 成就的前身大小 那个关键 不是你学的时间长短 不是你用的功夫前身 而是在你放下多少 我早年去学习的时候 这个话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通过了 59年学习的建议 证明这句话 是真确的 你放下多少 你放不下了 你修三百年 还是反复 你功夫能不能提升 也不能 一步都不能提升 像走台阶一样 你必须把第一层放下 你才能到第二层 二层再放下 你才能到第三层 你得彻底放下 你一直就踏到上面 那一只就不肯放下 你永远没有办法提升 所以 你就是三百年 你没办法提升一级 这放下重要 为什么放不下 我劝同学们 怎么至少也有十几年 二十年了 我们一定要放下 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换一句话说 我们活在世间是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我为两种事情 一个是 释迦摩尼佛的正法九重 一个是 往生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那我把佛法搞清楚 搞明白 这一生就做这两种事情 活一天 干一天 这是世尊给我们做的保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